加拿大税务部长今天宣布,需要缴纳UHT联邦空置税的业主,现在可延期在2024年4月30日之前提交2022年的纳税申报表,而无需缴纳罚款或利息。 而之前公布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31日。 UHT联邦空置税于2022年初生效,对空置或未充分利用的住房每年征收房产价值1%的税。 联邦空置税一般适用于拥有加拿大房产的外国业主。 但要注意,一些加拿大个人和一些加拿大公司也可能必须提交UHT申报表。 如果不按时报税,可能会对房主处以5000加币的罚款。 同时,以下五类人群也需要申报。 一,以信托或合伙方式持有住宅物业时,必须提交纳税申报表。 其实现实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申报,所以需要注意。 二,与成年子女共同签署抵押贷款的加拿大人。 他们中可能只是为了帮助子女买房而同时获得房子的产权。 三,拥有年迈父母房屋所有权的成年子女也需要申报。 这种通常是为了在父母去世后简化财产转移的过程。 四,亲属有精神障碍,作为亲属的你拥有其房产产权的人。 五,拥有出租房产的夫妻可能也需要提交申报, 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,他们被视为合伙关系。 该立法也包括了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。 一些会计师建议客户申报,以减少巨额罚款的风险。 此外,加拿大税务局网站今天公布了在线问答的网页, 以确定你是否受到此法案的影响,网址链接我放在了简介中。 希望以上信息对你有所帮助。 您好,我这边是多资处,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? 哦,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? 没问题,那我帮您。